《歷史是悠久的,我們一百七十週年,香港建立的學校第一間 開自己時,直根在香港,中式化的英文學校 在香港這個地方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我們背靠中國,但我們的眼光向全世界商業、文化交流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樞紐地方 聖保羅也是樞紐之中的樞紐 華洋聯繫非常方便 我覺得聖保羅書院在這方面是比較獨特 從1960年開始,輸教到1967年 近到1967年的學期,近上一元的時候 白若漢主教跟我說 經過當時的校長Mr.Lo Kok的推薦 他說聖保羅書院的校長就是離職了 你有沒有興趣去接受呢? 因為校長Mr.Speak,在麗堂上 他就去了Ireland School 在那裏做創校的校長 但後來,可以說一下運地 同事都很接受我 大家知道在麗堂看到,我是第一個中國人的校長 以前很多任校長都是外國人 很感恩的,我來到聖保羅時候 很受這個人接受 雖然我不是聖保羅書院的舊生 但很可能是一種感恩 因為我的父親、我的祖父 都是在這裏的舊生 有些人還記得他們 所以覺得是一個止疾 回來學校 他都比較容易接受 我們那個教育制度 已經到成熟的階段 可以容許一小部分公立的學校 就有些比較自由的做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校董會值得說 是我們多一些自主權 對我們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所以當時政府的構思 就會有幾間這些傳統的學校 可以轉直資的 一直以來,課外的服務 大部分都是跟教育或者教會有關的 後來大家可能最比較記得的 就說你做過立法會的會員 以前我可以說是最後的一任 就是政府委任 政府有個傳統 每一屆都有一個教育界代表委任在裏面 不是自己選的 聖保羅書院今年 是慶祝170週年 是很特別的恩賜 我希望學校可以在 未來的170週年 繼續可以向前邁進